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剧团先生频道,我依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妹子报仇,15年不晚的故事,等着你 由于七起杀人案中,只有最后一起事件,证据充足 嫌疑人铁牛只被判入狱15年 这一审判结果让在场的死者家属非常不满意 身上背负7条人命,却只坐牢15年,这谁能够接受 警察老王尤其冲动,他猜测班长也是由他所杀,远威胁他 只要他出狱,他就没有好日子过 班长的女儿小美正在原地一动不动,呆愣地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 班长升任的前一天,原本正在跟踪某嫌疑犯的他,被人划伤脖子 大量的睡衣从指缝中流出,可他还是坚持回到家 小美当时正在熟睡,并没有听见父亲那微弱的呼唤声 待他醒来时,父亲早已没了气息 一日,老王兴冲冲拎着蛋糕来到班长家 本想给他过过生日,却看见了满地的血 以及躺在小美怀里的班长和那位吃完的蛋糕 15年后,铁牛行晚释放 其他犯人都有拿着白豆腐等着他们的亲人 而他只有满心只想找到证据 试图让他再次入狱,为其他六条生命付出代价的老王 在老王以及其他警员的共同资助下 小美已经出落成一大姑娘,不仅才艺满风 就连生活方面的琐事也能够满风处理 热心帮助他人的小美获得街坊邻居 以及所有警员的一致好评 也是,如此勤快懂事的闺女,谁不喜欢呢 母亲身边已经有一位时不时便家暴她的现任丈夫 小美并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只是偶尔会在高处透过窗口看看母亲 至于这位继父,她的态度实在是说不上好 总是仗着对方不认识自己,各种怼她 另一边,老王将铁牛的资料交给新来的警察阿伟 让他和另一位警察阿强一起监视铁牛 不让他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阿伟并不知道当年的恩怨 便主动向阿强打听 阿强告诉他,当年铁牛的女友给他戴绿帽被他发现 他便亲自解决它,让他再也没有出墙的机会 警方便是在他杀害女友的时候将他给抓住 至于其他六起案件 其实警方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铁牛就是生手 但每个案发地点的监视器中都有它的存在 那就太过巧了,不得不让人怀疑 此时他们口中的铁牛,真因坐了15年牢而浑身不得尽 找了一世俗妇女,匆忙解决了自己的欲望 离开酒店后,世俗妇女向皮条客抱怨铁牛粗鲁 皮条客只说做这一行,总是会遇到那么些个变态 习惯就好,说完便下车,去不远处叙叙 然而活着出去,却没能活着回来 只是上个厕所的功夫,他便被狗蛋给杀害 而后,狗蛋趁世俗妇女补妆时,将他一并给杀害 而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眼里 这天,小美趁着私下无人的时候 将刚家抱怀母亲的继父给利落解决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继父死后 母亲也跟着一起去到另一个世界 他又一次不辞而别,就像十几年前离开他和父亲那样 铁牛刚出院没几天,周边便接阿联三发生命案 老王不得不怀疑铁牛,然而证据不足,无法将他抓获 他只好继续监视铁牛,不让他出现可疑行为 看着找上门的老王,铁牛态度有些散漫 反正也不是第一天跟着他了,保住无感变好 而他也不会傻到将自己刚才和铁牛对峙的事情告诉老王 铁牛和狗蛋就是是好朋友 年龄一样,虐杀小动物的爱好一样 就连喜欢上的女生都是同一位 当初被铁牛杀害的那位女友出轨对象便是狗蛋 而在他动手之后,向警方举报了人正是狗蛋 之前他一直不知道举报自己的人是谁 现在他总算是知道了 与此同时,小美在缩密的调查和观察中发现 当年的激起杀人案并不是铁牛一人所为 而是有两个人,于是他偷偷潜入狗蛋家 在他家布下陷阱,只等狗蛋上钩 刚和铁牛聊完的狗蛋回到家后,发现了异常 然而早已来不及 在他步入客厅的那一刻,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小美的原本计划是同时解决狗蛋和铁牛 谁知只来了一位,不过那也挺好 起码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 他模仿当年铁牛的作案手法 将狗蛋全身都裹满保鲜膜 拴上一条狗链,然后打包放入铁牛居住酒店的床上 他没有将铁牛杀害,只是刺伤他 并且勒晕过去,将狗链放入他的手中 睁眼的那一刻,铁牛已经完全猜到了事情接下来的走向 无非是小美匿名举报 警察上门抓他个现行 他不会傻到没有任何举动 略施小记之后,他成功逃离了酒店 没有被警方捉住 通过网络和一些手段之后 他终于发现了捅伤自己的人是小美 并且找来他家 两人暗话不说,撸起袖子便是干 被铁牛刺伤的小美转身逃走 这15年里,他一直都在训练自己的体格 否则也不会那么轻易解决继父和狗蛋 但铁牛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悠闲地荡着鞦韆 这一幕简直让铁牛失语 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她哪知道,这铁铅可不是白荡的 小美已经将狗链扇在脖子上 只要松开铁链的铁链 他便会立刻断气 从他断气的那一刻起 前面所有丧命的人都会伸在铁牛头上 小美的这个行为 让铁牛有些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而就在他愣神期间,警方已经赶到将他抓个现行 这次铁牛如小美和老王所愿 终于被判死刑 影片到这里便结束了 下期再见吧,拜拜